好 妈妈 我想吃糖 太晚了 不能吃 明天再吃啊 走 你好 二十一元 欢迎下次光临 走 姐姐给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曾经 我也憧憬过所谓的特别 我曾以为 自己的人生会与众不同 我不想泯然众神 不想过平凡的生活 在我眼里 平凡就意味着安逸 意味着不起眼 意味着日复一日的 苦糟无量 对不起啊 让一下 对不起啊 让一下 而对现在的我来说 要变得平凡 都是一种梦想 我只是很好奇 你这么认真地活着 就是为了变成一个上班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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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要成为一个上班族 我会拼命努力 我会拼命努力 变得平凡 小姑娘 你是 我是她姐 你妈妈 好像不太理人啊 不过 你们也确实挺不容易啊 我们家老人 在床上才躺了一个多月 你家弟弟在床上 躺了四年多了吧 不是让你到大厅等吗 你怎么上来了 还有一份材料呢 你要是材料干嘛 你要是材料干嘛 不关你的事 你可以走了 现在的我 活在平凡之下 我走了 我走了 盛南姐 拜拜 慢走 又到了周五 盛南姐屁股着火的日子 你这话说得真是 特别溜 对吧 盛南姐一共打了几份工啊 不算临时工的话 长期兼职还有三份 老师再见 快回去复习吧 李姐 这么快就结束了 张老师 你可真手势啊 那我先走了好 等一下 张老师 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些熟食 不用了 不用了 没事 你是自己住对吧 那哪吃的好啊 哪着 我给你拿个包装这吧 吃餐厅是只有周末才去吗 怎么可能 五六日 一个礼拜三次呢 好了 彤彤 拿个碗来 多不容易 越岭 渴望低沉 风景 沉着月光 点燃蜡烛 启会有很多 我们的真正的愚强 更加洽 像篇灰的一样的一样的好 唯有 你会更好 但以后再次想起 船头是泪中带小的回忆 都不容易